是網路上說 豬腳洗乾淨之後煮成膏 晚上睡覺的時候塗在臉上 第二天早上再把它洗掉 連續半個月 會有明顯去皺的效果 院長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講法 我個人有贊成50%的機會 你要知道為什麼嗎 我是一個很 某個時候對某些產品 是非常合挑剔茶的 健康兩個字 對很多人在某個時候舒服 譬如說 你在吃滷肉飯的時候 你不小心把整個滷肉飯的 整個吃進去 有50%是豬油 所以說台灣未來 要成為國際上的美食 假設滷肉飯 要成為國際上的一個美食 最重要的是要全部瘦肉 有的人賣滷肉飯的人就說 瘦肉不好吃 答案錯 是因為他把油性的 給你吃的時候 你不知不覺中 對你的身體的負擔相對變大了 所以將來的這樣 這樣提到這種豬腳 我說為什麼我贊同他50% 因為你性好是塗的 問題塗在臉上會有效果嗎 有啊 這個時候剎那間有啊 但是你用豬腳 你性上要怪怪的這樣怎麼行 所以說 而且他說 他說敷了之後對 塗在臉上 第二天早上再把它洗掉 結果你第二天早上起來 臉上爬滿了蟑螂跟螞蟻 不需要苦肉劑 我的結論是 你如果要吃 不要吃太油的 對 你要吃滷肉飯 你要吃瘦的 那你如果是真的要敷的話 你不要苦肉劑了 你用乾淨一點的比較好 比較直接 對啊 好 所以在場應該也覺得 這怪怪的嘛 你也不會用啊 好 那再來是第四個用米飯 米飯是什麼個做法呢 把煮熟的米飯揉成團 放在臉上搓揉到米飯變成 油膩烏黑為止 再用精髓把它洗掉 可以去除油脂髒污 然後讓皮膚呼吸順暢 減少皺紋 他是把那個米飯當作是 麻糬 那個磨砂膏 那他是用超米飯嗎 還是用白米飯呢 聽起來好像也是匪夷所思 這個在 米飯就是糖類吧 你糖類的話 它這一種是一個多糖的 一個糖類 其實它是利用它的水分 並不是真正的米飯 它是利用它的水分 對 所以說用水來保濕是可以的 不如你一萬面塗 一萬面吃 那當然是吃比塗更有效 那只好水可以吃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 我用那個麥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要直接把它敷出水分 比較是那種膠有沒有 對啊 對 躲在臉上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那個粥來講 它外表不是那個一嗎 所以以前很多媳婦有沒有 她把那個飯給別人吃 結果自己委屈就吃那個 粥的上面那個粥 沒有想到到後來發現說 它怎麼越看越健康美麗 因為它那個B群 還有一個是維他命E 維他命E E 還有E 所以安眉還是 安眉還不錯 好 來 再來是茶葉 常喝茶保持皮膚的光潔白嫩 延緩皺紋出現 喝茶好處是不錯 但喝綠茶是不是更好的 綠茶它其實它是在所有茶裡面 額茶素分析下來算是最高的 那本來就是一個抗氧化的功能 那皮膚老化本來就是一個氧化 所以你今天要抗氧化 可是茶葉其實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溫度上你不能太高 不然額茶素會容易流失 像大概75度以上 它額茶素就真的比較容易流失掉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茶葉有些胃不好的人 可能就不能用這樣 但是我常看到很多人 拿那個茶葉的那個 茶包在敷衍 那個就是可能就有錯誤了 那它敷衍可以消腫嗎 我想那個消腫的話 它是因為眼睛泡泡的或黑眼圈 它想要用茶葉的那個 所謂的 所謂的去除它的那個血管 利用某些因素來把血管擀掉 才不會有黑眼圈 其實這個觀念是保濕就可以了 這是保濕觀念 不是真正的效果 好 那口香糖是怎麼回事 口香糖在網路上就盛傳著說 如果每天嚼口香糖 15到20分鐘 可以改善臉部的循環 讓你的氣色看起來很紅潤 然後看起來是很健康 而且讓臉部的皺紋減少 口香糖我看的話是這樣 因為口香糖的這個廣告裡面 全球都是幾乎用一樣的這個畫面 都是說臉部的咬合運動 但是最近有所改變的話 就是口香糖的時代慢慢已經 轉成口含定 口含糖 所以口香糖這個東西 你咬合過多的話 恐怕你的肌肉會過度發達 適當的按摩或適當的運動 應該說你不要含口香糖 或你要含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臉部按摩 你臉部譬如說你起床洗臉的時候 那時候有按摩 讓自己的精神變好 對… 是 好 所以網路上的除皺食物 到底有沒有效呢 其實不可以盡興 有些聽起來就匪夷所思的 你也不用去試了 主要就還是自己的生活習慣 然後你自己要重視保養 健運動才是很重要 最後請三位專家再做個總結 來 是的 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就適當的請教你周遭的朋友 不管你是保養 或者說更應該加強是什麼 睡眠給他煮 補骨雜糧 還有適當的運動 好 來 我天底下沒有醜女人 真的只有懶女人 那如果說試度的像 志玲姐姐進場保養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延緩 你的皺紋出現 不要再說志玲姐姐進場保養 不開心 是 不開心 來 對 其實我覺得正常的飲食很重要 因為你只要不正常的飲食 就會不正常的生活 不正常的生活 你臉上很容易就出現 一堆有的沒的皺紋 是 當然你還是要尋求專業的醫生 去解除你一些 就是讓你長久美麗的方式 是 好 非常謝謝所有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